来观战一把零之起 我乃不死你 看一下什么阵容 勘探员机械师 拥兵冒险家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这套阵容真的修得非常非常的快 天空上面看一下 带的是风窗 风坏 青道夫上来找冒险家 找到足迹了 找到足迹了 找到冒险家 冒险家跟你兜圈圈 看见了我天那天狐开局 找到冒险家真的很香 不过有一点就是 冒险家他找到了以后也挂不了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挂不了的话冒险家自棋以后 还是有第二波躲的机会的 这跟其他角色不一样 其他角色你把冒险家挂上了以后 你们来救 那么这冒险家永远走不了 但是这个的话你或多或少 你不可能什么守着他流血吧 你走得让他走 他爬到一个角落里面慢慢教自己 对于国师来说也蛮伤的 下一波就不一定找得到了 这边传过来是个佣兵 最好的吃掉了一个护臂 局势上面来看现在还是蛮不错的 再划一刀帅 冒险家被摸起来了 好现在来 哎呀有足迹啊 这个节奏抓得也太好了吧 刚好回来这边摸起来 然后看见一坨足迹 这冒险家还溜不动的 只能狗 这有足迹还狗不了 看太远靠你了 全世界的英雄 机也是在外面修 希望你能顶得住 一刀抽刀 完了 这把支齐打得正 好顺啊 所有节奏点全部抓住 该抽刀抽刀 该隔窗刀隔窗刀 该回去看见足迹 看见足迹 这边过去再把一个娃给打了 好像还是个震慑 那没了 那没了 五台机已经打成这样子了 除非这把冒险家能够狗住啊 然后看太远能溜起来 有机会能翻 不过这个要说起来 就是这种局你交给其他监管者呢 可能翻不了 但是你面对的是一个博士的话 还真的有可能 因为博士在这个地形当中 也不是那么好抓人的 就当我没说 挺好抓的 挺好抓的 但是我不信他这么快 还能够再次找到这个冒险家 这边想要翻一个 翻一个娃娃 但是 不得翻一个箱子 想把这个娃娃给换了 摸了一根针 穿过去 一刀 这种就是那个 充能的刀是不怕下板子的 可以直接打的 因为他的一个杂板 是不会打断你的 这个出刀的 所以说这个角色的一个过板刀 很强 传送后去再找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 能不能找到这个冒险家呢 砍探员这边是可以看见了 冒险家又看见了 又看见冒险家了 我天哪 这冒险家没了 第三次倒地了 还丢了本书页在地上 还有四台电机 好猛 好帅 幸好我没有对吧 下结论 这把四杀了 再连地窖都没有 这怎么打 这个傭兵一个震慑 看太远我记得应该是教自己的 哇 这真的是全场追杀流啊 反正就是不给 不给求生者反应的时间 击倒一个立马抓下一个 击倒一个立马抓下一个 把求生者一个节奏全部打崩 然后求者这边就疲于奔命的各种摸来摸去 摸着摸着摸着发现这把 这队友少 一个接一个的少 最后来个重击收尾 哎哎哎哎哎 这个这个挡不住的 这个调整好 哎 挡不住的呀 四杂 完美 收官 哎 还要起来 还起来 也没用啊 要先跳个地窖 没有啊 对吧 要减个输液把一台50%以上的电击给补了 不过这把这起它确实上来的一个节奏也好 开局的节奏也好 找到了那个冒野家很舒服的一个开局 地窖没修出来 节奏顺 这个节奏真的顺 顺风局的这个波斯打起来是真的好看啊 一直他就不用守人啊 他一直在那边追 一直在那边杀 ании